和自家的一国爱豆见面 怕是比一滴恋领症还让粉丝幸福感爆棚 最近韩国组合Wayner终于来中国 在青岛办了场签设会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的中国粉丝们 怕是送上了一场让爱豆们脑洞都跟不上的趣味应援 热力庆祝Wayner历临青岛指导工作 孩子带鼓掌叫好 这又红又专的脑回路 你们的哥哥怕是真的不懂好法 还有饭圈书法家手写的各种折扇 传播中国文化 还有古诗词一点没毛病 我很萨存在极苏点啥的也是很真情实感啦 包括论复古 下面这一大波投射比折扇还能杀人吧 戴上财神帽的送土豆 一脸高冷开心比威人设原地爆炸 清朝投射还有两朵小花 最多是容默默的级别不能再高了 李生轩救原地变身猴哥 表情动作满分 美少女战士润也跟着上线 网友们请接好 这满屏的傲娇 美美是真的没眼看啦 相比之下 古今中外的各种皇冠 已经是中国粉丝对哥哥们手下留情了吧 虽然中国的粉真是皮的没边啦 但哥哥们的重粉程度还是一百分的 李生轩用中文抱怨太饿 还和台下的粉丝闹起了磕 努力学中文的李老师此刻怕就只想说 肉串鸡翅快给我烤上了 而你离土豆哥哥就整个人都被女粉蒙在鼓里 拿着百年好和永洁同心的对联 就芥末戴着墨镜把自己卖了 哈哈 今日份笑点足够美美笑过这个周末啦 今日主角 Wayner家的中国粉 应援现场满满都是中国特色 横幅像是领导视察 各种投势让爱豆分分钟有了谐心feel 拿着对联仿佛拜天地现场 还好爱豆学中文够成粉 不然这么皮 真是要被打PP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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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